今天是星期三 然後星期三就是我每一周有 早八的一天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就是要記錄一個 早八鬥士 去上學的一天 沒有錯 我覺得我週三的課就是特別的零散 早八上萬一節之後然後下午六點才有另外一堂課 所以我就等於整天都在在學校裡面 就其實還挺累的 就很佩服自己 以前大一大二的時候到底是怎麼做到 一個禮拜可以上兩三節早八 我現在才一節早八 我就覺得我人要沒了 喝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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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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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吃 不想吃太 意思意思 中午我又跟周女士来吃饭,周女士的师妹嫌她出镜太惊讶了,所以我要多多增加她的曝光率。 我们来吃的是我们上一次没有吃到的流浴食堂。 每天的重点就是吃跟吃。 现在是中午时间,我跟周女士吃完饭之后,我就回到宿舍床上摊着。 我觉得我的床还是挺好的,因为现在没什么东西,所以挺空荡。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帘子拉起来,然后就可以在我的床上休息了。 我会把这个帘子拉起来。 我会把这个帘子拉起来。 后来,我会把这个帘子拉起来。 我会把这个帘子拉起来。 如果你的肥胸肢成本没那么高 那这个时候我比得我差点稍微低一点 不要再讲这个图的时候 把肥皿上讲一下 我就当然了你们看 我就说具体我一共一生 经过一整天的折腾 我终于又回到家了 然后我现在要去弄点东西吃 我等下10点还要上课 我终于上完了我今天所有的课 现在已经11点了 我觉得我真的是要把自己逼死 为什么要把颗排在这么紧 我真的是要好好反省一下 不然我会一直这样子的恶性循环 那我现在真的好累 我当然刚才去洗洗睡觉 所以就是一个早八人 然后又喜欢没事找事做的人的一天 那今天的vlog又到这了 那我们就下一支vlog见吧 拜拜 我真的觉得我就一直这样 就是每次都把事情塞得很满 然后搞了自己压力很大 然后压力很大之后再来喊累 但明明就是自己自作孽 可当没有什么事的时候 你又觉得人生很空虚 然后就会找事情做 然后等之后一些比较正式 就是那种official的事情进来之后 你又发现自己可能附和不太了 然后就会非常的疲惫 像我现在这样 我觉得我现在讲话都没有灵魂 我今天上法文课一点灵魂都没有 因为我真的太累了 我觉得 算我今天只有上两节课 但是那两节课就是分得很开 然后我就得非常早起 然后又非常晚下课 然后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非常疲惫 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好好改改我这个坏习惯 就是那种先不下来的坏习惯 不然我真的会搞得自己好累好累